我叫赵丽鹏 今年50岁 我老家在农村 我们家有兄妹三个 我是大哥 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 我出生在1974年 那时候农村里吃饱穿暖是没有问题了 但是家家户户的日子还不宽裕 可是我们家的生活比邻居家们要好一些 我父亲当兵转业以后 进了我们县的化肥厂上班 父亲当时是车间主任 父亲发了工资的时候 留下很少的生活费 其余的都要拿回家 不贴家用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兄妹三个 要好好读书 在农村里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可是我从小就比较调皮 对学习没有多少兴趣 而我弟弟和妹妹学习特别努力认真 我们家的正面墙上贴的奖状 都是弟弟和妹妹证的 而我一张都没有证到 到了初三我开始奋起直追 我终于考上了高中 高一的时候我的学习还可以 可是到了高二我的成绩就开始下降了 当时我的同桌学习比较好 他经常把课堂笔记借给我看 遇到难题的时候他就帮我细心讲解 在同桌的帮助下 我的学习才稍微有点进步 同桌来自我们县里的西部山区 他家里比较贫困 他有兄弟六个 他在家里最小 他说他父母给他那五个哥哥 都已经带房子娶媳妇了 父母已经心力交瘁 他必须得考上大学 给父母减轻负担 不能让父母在村里用独轮车推石头 给他带房子 我见过同桌的父亲 那星期六的时候 他父亲骑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来给他送饭 那是一个腰度弯了的老人 穿的鞋子有一个破洞 白发苍苍的 一看日子就过得很不容易 每到吃饭的时候 同桌就从桌子里拿出一个包袱 比面有煎饼 咸菜 夏天的时候煎饼都长毛了 同桌就用热水把毛冲一下 把煎饼吃了 那我们家条件要好一些 我父亲每月都会给我送生活费 让我在火房里吃饭 每顿我都能吃到热红馒头 吃上热菜 当我看到同桌在吃长毛煎饼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一阵发酸 我这人心软 看不得别人难过 有时候我就从火房里买来馒头 送给同桌吃 但是同桌很倔强 他红得脸推让着 不肯吃 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 我就不在食堂里吃饭了 我就多买两个馒头 买菜的时候我就要两份菜 这么多的饭和菜 我根本吃不了 我就请同桌帮忙吃掉 我说 你要是不吃的话 那扔了就可惜了 要是被咱班的生活委员看到了 还会扣我的分 你就帮我吃掉吧 我这样说了 同桌才会把我的饭菜吃掉 高三上学期末 那个冬天特别冷 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了好几天 刮得北风冷缩缩的 我看到同桌穿的裤子又短又瘦 连脚腕都盖不住 类似于现代的气氛裤了 可能是捡了他哥哥的衣服 他连双袜子也没有 露着脚脖子 那个周末我父亲卸班 他领着我去了商场 因为已经进了腊月 快要过年了 父亲说得我买件衣服 穿得过年的 我犹豫了一下 和父亲说了同桌的情况 我说 爸 我同桌连条板正的裤子都没有 袜子都穿不起 脚脖子都裂了口子 咱得他买条裤子吧 我父亲一听 抬着我的肩膀说 好 儿子 爸听你的 你的热心肠值得表扬 爸支持你 感谢我的父亲 他非常弥解我 父亲买了一条蓝色长裤子 还得同桌买了两双袜子 让我带点同桌 我怕同桌不好意思要 我就找了个借口说 我爸多买了一条裤子 我回来一时 穿得太长了 但是人家不退 你就帮我穿了吧 要不放在这里也可惜了 可是同桌说什么也不肯要 他说 一条裤子好几十块钱 可不便宜 裤子长了不要紧 回家以后 那你母亲捡乱一块 不就行了吗 我说 捡裤腿太可惜了 一条好裤子就糟蹋了 我就送给你吧 我把裤子的口袋里 得塞上那两双袜子 同桌勉强收下了裤子 我看到他的眼圈红了 到了寒假里 那一二十八的时候 同桌骑着自行车 来到了我们家里 他给我们家 带来了一袋子花生 我们这里不种花生 平时想吃花生 都得去及时买 我没有让同桌回去 我留他住下了 晚上他和我 躺在一张床上 他就说 我知道你一直在帮助我 我家也没有好东西 送给你们 我回家和我父母说了以后 我父母说 就给你们送带花生吧 让你母亲放在锅里炒炒 留着过年吃的 听了同桌的话 我心里一阵暖哄哄的 他试得知道感恩的人啊 同桌临走的时候 我母亲把腊肉和两条大坝鱼 还有一包糖果装在一个袋子里 得绑在了同桌的自行车后座上 让他带回家 转眼间来到了高考 让人遗憾的是 我只考上专科学校 而我同桌金榜提名 他考上省城的伊北院校 三年专科毕业以后 我曾经四处打工 一直也没能稳定下来 因为我学历低 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 而我得同桌大学毕业以后 他去了市里的一家国企公司上班 他不久成为业务主干 后来得到了提拔 成了一个科室的负责人 同桌在市里上班 而我在县城打工 个人忙个人的 平时很少见面 但是我们一直保持电话联系 有了微信以后我们互加好友 有事就在微信上留言 那年我开始跟着一个亲戚干装修 亲戚家的装修公司是一条龙服务 铺地板砖 抹腻子 刷漆 整体橱柜定制 做穿帘等 我就跟着他们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几年下来 这些活我都会干了 都学到了手里 我的妻子是超市的营业员 刚结婚的时候我们租的房子 儿子快要上小学了 我们才挣够了首付 买了一套小的学区房 我一直在亲戚家的装修公司里干活 慢慢的我也成了师傅 我还带了好几个徒弟 后来 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的装修公司 开始单干了 自己干装修公司也不容易 刚开始我自己出图纸 从附近的店铺里购买装修材料 我也就是赚不手工费 后来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 这样我们赚不到多少钱 积累了一些资金以后 我们扩大了店面 开始进装修材料 就像以前我在亲戚家干活时那样 进行一条龙的装修服务 慢慢的我在装修行业站住了脚 由于我诚信经营 给人家做的活很板正 收费也不高 我的口碑越来越好 基本上都是那些老客户 帮我介绍的新客户 有时同桌从市里回老家的时候 也会专门来县城看探我 头几年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吃饭都是他买单 但是我手里紧张 他总是拍拍我的肩说 兄弟 当年你帮我那么多 现在我买单是应该的 我也就不和他客气了 都是好兄弟嘛 每次回来 他总忘不了 给我带两瓶酒 或者带两条烟 我的公司走上正轨以后 有时候我去市里进货 我也专门给他打个电话 那时候我调点好一些了 吃饭的时候 我就嘱咐收银员 由我来结账 同桌也和我不客气 他开玩笑说 兄弟 现在你发财了 我得吃你这个大户了 我哈哈一笑 我们两个人之间 就像亲兄弟一样交往 去年春天 我懒了一个比较大的工程 我们县里一个单位 刚盖造了一座办公楼 通过朋友介绍 我承包了铺地板砖的火 再加上美凤 能揽到这么大的火 我很激动 我赶紧找了 这些工人铺地板砖 铺完地板砖以后 我又找了一些 有美凤经验的师傅 得做美凤 工程交工以后 我自己筹钱 给了工人一部分工钱 我和他们说好了 等工程款结算下来 马上结清剩余的工钱 我知道打工人都不容易 一家老少都指望着 眼前过日子 我判得赶紧把工钱算下来 因为当时已经是冬天了 我已经和工人承诺过 年前的时候 一定把工钱给他们的 但是工程款 迟迟没有结算下来 转眼间到了年底 我答应工人 年钱给他们结清工钱 这怎么办呢 我急得嘴上都起了水泡 我这人讲信用 可是眼瞅着 我不能兑现承诺 我能不着急吗 当初买地板砖的时候 那批货款 我自己垫进去了一些 我还找我弟弟 拿了一些钱 可是如今工程款 没有收回来 我根本没有流转资金了 一过来二十 几个工人相继给我打电话 问我什么收算工钱 我只得实话实说 钱还没有算下来 但是请他们放心 不会耽误他们过年的 妻子找我大舅子借钱 但是大舅子家 刚刚买了一套房子 只拿来了六千块钱 这管什么用啊 我甚至都想 把我家的房子抵押出去 贷款给工人结工钱 但是妻子说 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实在没办法了 再走这一步 我开始冥思苦想 到底去找谁借钱呢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 我的同桌 我试探着 给他发了一个微信 我说 欠工人五万块钱的工钱 如果他手里宽裕的话 先借给我两万块钱 我给工人先少结一部分工钱 其余的等工程款下来再给他们 同桌很快给我回了微信 让我把银行卡发给他 很快我收到了一条转当记录 同桌既然给我打来了五万块钱 我马上打电话说 我不用那么多钱 我先借两万就行了 可是同桌却说 兄弟啊 你不用和我见卖 我知道你是逼急了 才找我张口的 我手里正好一张存单到期了 我就都转别了你 你先用着吧 我不急着用 这五万块钱 真是雪中送炭呢 我赶紧把那几个工人叫来 把欠他们的工钱全部结清了 这几个工人对我千万谢 当他们知道我这些钱 是借了同学的 一个工友说 你们真是铁哥们 这个社会借钱太难了 我们要是不是逼急了 也不会来找你要工钱的 快过年了 家里没钱置办年货 我去了两个亲戚家 都没借到钱 可是你找同学 一次就能借到五万 你们的交情太不简单了 打工钱借给工人以后 我常常地梳了一口气 我慢分感激我的同桌 他帮了我一个大忙了 2023年夏天 工程款终于结下来了 我想还得同桌的时候 没想到家里却发生了一件事 那段时间 我母亲身体一直不好 她老说胳膊疼 我给她买过不少膏呀 但是效果不好 后来母亲还发起了低烧 打针吃药都不管用 我们这才慌了 我赶紧带母亲 在信医院里做了检查 医生说是肺癌 这个检查结果 一下子让我们懵了 我和弟弟妹妹商量了一下 我家有一个亲戚 在省立医院上班 我们决定去那里 给母亲做手术 母亲在省立医院 做手术花了不少钱 做完手术又放疗 化疗 中间用了不少进口药 我等来打算还得同桌的钱 都拿出来给母亲治了病 我只好和同桌实话实说 我告诉她 暂时不能还钱了 我以后干活挣钱了 再还她 同桌安慰我 不用着急 她说 以前我就说过 这些钱不用急着还 现在你母亲病重 花钱很多 你有钱就还 没钱就算了 当年读书的时候 你帮了我那么多忙 当初你说 算菜是你打多了 让我帮忙吃掉 其实我知道 那是你故意的 那年冬天 你给我买的裤子 那是我头一回穿新衣服 这些事情 值得我感激一辈子 我感激同桌 原来当初帮我解了人为之急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这钱我肯定要还的 转眼间又到了年底 前几天我有些黯然神伤 这半年因为我经常在医院里照顾母亲 也没能揽到多少装修活 没有挣到钱 不用说还账了 这连过年手里都不宽裕呢 还好 妻子是一个贤惠的女人 她安慰我说 咱娘的身体比以前也好多了 你也不要太担心 过完年一开春 咱们就能揽活干了 借你同学的钱 咱们慢慢地还 攒一万就给人家一万 也不愁还账 年还不好过吗 咱们去买几斤猪肉 买条鱼 买只鸡 花的三百二百的 就能过年了 我苦笑了一下 也只能这样了 今天是大年三十 早晨七点多 打好了一锅江湖 准备贴对脸 突然我的电话响了 我一看是同桌打来的电话 我一愣 是不是年底了 他突然急需用钱 找我要账来了 昨天晚上 有朋友打来电话 找我要钱 我欠他三千块钱的料钱 我好说胆说 才答应宽限我一个月 让我年后赶紧还给他 同桌打来的电话 让我一下子紧张了 如果他真的找我要账的话 而我拿不出钱来 怎么办呢 我一直犹豫着 到底接着的电话 还是不接呢 这时他把电话挂了 也没有再打过来 我稍微松了一口气 当我听完对人以后 我拿起了电话 我在思考 是不是给同桌 回过去电话 这时我突然看到了 一条微信 是同桌发来的 他在微信中说 兄弟 我今天回老家过年 路过县城 给你带了四件礼物 打电话你没接 我就把礼物 放在了你们小区的门卫室里 你抽红拿回家吧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盒茶叶 是我去外地出发的时候 带回来的 你品尝一下吧 借我的钱 你不用放在心上 我已经决定了 这些钱我不要了 这等于没有借钱这回事 以后你不要再提了 看到这条微信 我瞬间哽咽了 我错怪了同桌呀 我赶紧去了 小区的门卫室 把同桌 送给我的礼物 拿回家了 有一箱酒 一箱牛奶 一块猪肉 还有一盒茶叶 我特意看了一下茶叶 当我把茶叶盒子拿出来的时候 在茶叶下面 我发现了一个红包 里面整整有两千块钱 拿着这两千块钱的红包 我的眼泪磅磅而下 同桌虽然没有问我 但是它知道我这个年不好过 我非常感激我的同桌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它无私地帮助我 这份情意 值得我感激一辈子 做人要有感恩之心 以后我一定会报答同桌的恩情